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 烟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学 第五百二十集 转念的功夫 膳房里的人竟真的都走了 走最后的那个 还细心地 给里头的人将房门关上 冷月猛地回过神 一抬头 竟然看到凤九正瞅着自己 依旧是那似非似笑的表情 她若是愤怒 冷月或许还没有那么害怕 如果凤九真的敢对她下杀手 她呼喊就行了 到时候 没准王爷还会过来阻止 虽然冷月其实觉得 王爷现在 大概是没什么空过来了 可凤九现在这个表情 对她来说 实在是有点恐怖 你 你想做什么 她下意识地 往门口的方向挪了挪 这是九王府 你别以为 可以乱来 哼 我不是要教你 怎么做药膳羹汤吗 凤九往前一步 冷月立即吓得狠狠退了两步 凤九冷笑道 哼 想出去 可以 现在就出去 我回头就告诉你最喜欢的九王爷 你不愿意伺候太后 你 你到底想做什么 冷月都要几乎吼起来了 有话说话 没话就不要浪费她的时间 她的时间很宝贵的 不知道吗 还要我再说一次 你这个低贱的女人 怎么连耳力都这么差 你 你说什么 冷月 脸色一沉 怒了 这个贱人竟然敢如此羞辱她 没什么 我就是说你低贱 在九王爷面前 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凤九 敏唇一笑 难道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你 忽然 眼前的身影一晃 凤九竟然快步地走到门边 咔的一声 将房门锁上 她锁门 冷月 吓得差点腿软 虽然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怕她 但是此时此刻 就是很怕 你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你敢乱来 我 我 嗯 后面的话 根本没有机会说出口 凤九指尖一弹 早就藏在她手中的药丸 被弹射了出去 竟然 正中冷月的口 药丸直直地射入冷月口中深处 入口即化 即使她已经以最快的速度 想要将药吐出来 但是大部分 化开的药 已经顺着食道 咽了下去 冷月恐惧地发现 她的声音 好像一下子被夺走了 话 竟然说不出口了 眼前的那道白衣身影 瞬间放大 冷月下意识地 一掌推了出去 可惜 现在 在凤九的面前 她这点功夫实在是不够看 啪的一声 凤九一个巴掌 落在她的脸上 那半张脸 立即浮肿了起来 又是啪啪啪唧声 冷月只觉得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疼 想要躲开 可是一把长发被凤九揪在头顶上 一逃 头皮顿时一阵剧痛 痛得她慌忙停住逃跑的步伐 想要对凤九出掌 可是每次掌中的真气还没有凝聚起来 就被她一掌打得泄了气 冷月在江湖上 虽然算不上一等一的高手 但是好歹也是个高手 可现在 竟然被人揪着头发 一个又一个巴掌打在脸上 毫无还手之力 她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 那药丸入口之后 她除了呜呜呜的叫 喉咙深处 再也发出不了任何的声音 好痛 该死的凤九儿 把她的五脏六腑都要打扁了 又是啪的一声 这次 凤九放开了冷月的头发 冷月整个人 被她的一巴掌打得飞了起来 啪的一声撞在了墙壁上 再咚的一声滚落在地上 她嘴一张 一口鲜血猛地涌出 喷得地上到处都是 凤九正在过来 冷月疼得眼泪鼻涕挂满了一脸 却还是忍着痛 努力地想要向后躲避 哼 好玩吗 凤九走到她的跟前 忽然伸出一脚 咚的一声 又将她踹飞了好几步 冷月快要晕过去了 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被人欺负到这种地步 杀人不过头点地 一刹那的痛苦也就结束了 可凤九根本就没打算要杀她 她只是想要慢慢地折腾她 你伤我的人的时候 是不是也这么残忍 凤九又走到她的跟前 一脚踩在冷月的手上 手指被踩得咯咯作响 可她很有分寸 并没有用蛮力将冷月的手指骨给踩碎 但是关节是被踩坏了 就算要治疗 想好起来也得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至少不能再像之前那么灵活 食指连心 冷月痛得冷汗直流 可是该死的 她竟然连惨叫的声音都发不出来 能发出来的呜呜声那么微弱 外头的暗卫就算听到了 也不会想到 她已经受了这么重的伤 凤九踩着她的手 脚在上头转动了几下 便又一脚踩在她的左手上 冷月双目一睁 脸部的肌肉一阵地抽搐 竟然吐起了白沫 真恶心 此时的凤九依旧是似笑非笑的表情 只是这笑脸在冷月看来 简直比来自地狱的魔鬼还要可怕 她收回脚 踩在冷月的身上 鞋底在上头擦了好一会儿 才缓缓地将脚收了回去 好像嫌弃自己的手被冷月弄脏那般 她取出了一块方巾 小心翼翼地动作 优雅地将自己的双手擦干净 便随手将方巾丢在地上 看冷月的眼神和看那方巾一样 如此嫌弃 都怕多看一眼会弄脏自己的眼睛 以后呢 我会常来找你的 凤九薄唇挽起 笑容说不出的好看 只是笑意让人冷如骨髓 我会见你一次 打你一顿 真的 我不骗你 哼 真不骗她 真的 冷月面如死灰 忽然竟有点后悔 后悔惹上了这个恶人 她一个姑娘家 怎么可能恶毒到这种地步 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最可怕的是 凤九出门之后 竟然跟所有人说 冷月要熬制羹汤 一个时辰之内 不要打扰 她还得在剧痛中 受一个时辰的煎熬吗 有没有人来救救她 她痛得快要晕死过去了 来人 快来人 把墨白找来 她好痛 她真的好痛 墨白 快来救她 王爷 尊主 尊主快来看看她 现在这可怜的模样 是凤九儿 是她喜欢的凤九儿 将她打成这样的 这么野蛮的凤九儿 尊主可有看清楚她的真面目 那么残忍的凤九儿 尊主还愿意喜欢吗 快来人 她真的要死了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